玄珠 大胆 竟敢直呼本姑主姓名 你不认得我了 你玩什么把戏 也难怪 这毕竟是阿满的脸 我们也有四年没见了吧 真的是你 帝女 你乔装打扮 费尽心思混进来 你要做什么 报复我们 还是 准备和紫辰旧情复燃 你放心 我不是和你来抢左紫辰的 你对他的好 我比不过你 你也终于承认有一件事情 比不过我了 真可笑 堂堂帝女 今日终于要对我认输 是啊 如今你也不是什么帝女 无处可去 跟贱民没什么两样 难怪不再傲气 玄珠 除去左紫辰的事情不说 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得罪过你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你配吗 从小时候开始 你就什么都不肯输给我 凡是我要得到的东西 你都要抢走 我一直都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从小就盼着你死 现在也一样 你竟然没死 从前我一直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后来想了很久 终于明白了 姨母一直盼着嫁给我父皇 谁知最后心愿未曾了 不得不嫁到诸侯国去 她心里一定十分不甘吧 住嘴 她想要做皇后却又做不了 想生个有皇族血统的孩子也生不了 她心里十分不甘吧 你恨我 你想压过我 我不怪你 你和我扯这些就是做什么 有什么意义 凭什么说不怪我 你以为你是谁 我不怪你 但是你欠我的 你要补偿我 我欠你 我欠你什么 左紫辰 她是我让给你的 不然你以为你能得到她 你今日跟我坦白身份 就是为了说这些 这是什么 蒲公英啊 你没长眼睛吗 我的意思是 这是用来陷害我的东西吗 玄珠 你与紫辰 是我在香取山上的意外 我来这儿是另有目的 所以我不能任由你再这么胡闹下去 你懂吗 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你别忘了 天元国还在追查你的下落 大骊国的帝女 你不会 白河龙湾的爱徒 香取山上的奸细 是你吧 玄珠 你这要反应告诉我 我猜对了 对不对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我在学白纸仙术之时 你嘲笑过我 说你师父教的可比我这个厉害多了 与中山藩有来往的大仙家 这并不能占 就算你知道了 也没有人会信你 是吗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敢 你伪装身份来这里 必然没存什么好心 大不了与死网破 玄珠 等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 我会立马离开香取山 绝不出现在你们眼前 你好好地守着他 别再来招惹我 这样对我们都好 你已经答应过我一次 我凭什么再信你 山主最近 正在请全山之列彻查间隙 来 紫辰 我特意叫来了你的侍女小川 你不是想看看 你的小侍女长得丑不丑吗 玄珠莫要乱讲 好 秦川 你就留在这儿吧 诺 左公子 紫辰 你慢慢睁开眼睛 我说明是一个好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会访客 但现在真的很好 我会访问怎么办 这是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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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十分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宣承 我看到了 宣承 我看到了 紫辰 您看到我了 您看到我了 紫辰 我盼着一刻 真的盼了太久了 这么多年 辛苦你了 小川 把头抬起来 玄珠 你静呼我说 我的侍女秦川分明不愁 秦川 这些天感谢你的照顾了 我走了 子澄 你还不知道吧 小川这两天烦闷得很 杂医院那傻小子 每天追着他跑 那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吧 玄珠大人莫要取消小的 人之可愧啊 就是有情有爱 更何况这个山主 是个开明的人 你就随自己的心意便是了 怎么会这样 秦川 你是不是在想 紫辰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小女有个不情之情 听闻山主的忘川之书 能封印回忆 清醒人神 小女想请山主 帮走公子忘记一个人 什么都不记得 那倒未必 他记得他是左相次子左子澄 他记得体贴周到 不离不弃的我 当然了 他也记得 低三下四 粗鄙庸俗的剑壁秦川 对了 他可能唯一不记得 当年那个刁蛮骄纵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弟女了 还有阿满 若今后谁还敢亲近紫辰 我一样会让他消失 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跟你说过 等我下山之后 不会出现在你跟他面前的 你当我傻吗 他若一直记得你 我便永远都得不到他 你不是很难做决定吗 我这是在帮你 你不觉得你很卑鄙吗 他的痛苦是你带来的 不过庆幸的是 他已经把你给忘了 他已经变回了以前 那个温柔的他 这样不好吗 成了一个人 能忘记 也是这种父亲 我劝你 还是尽早离开香曲山吧 这里马上就会生灵涂炭 你若留下 都没有人来给你这个剑碧收拾 那又如何 我不是你 我不想一辈子活在虚妄里 话我都说了 你好自为之